- 全都是小辣境 每天开机玩游戏 大家好 欢迎回到大闲者 我是Ricco爸爸 又到了每周的偷闲交战 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整理每周发生的游戏大小事 新闻爆料 新发售的游戏资讯 这周的游戏新闻很劲爆 首先是Square Square Enix 继巴比伦陨落之后又一款服务型游戏阵亡啦 Square Enix 跟服务型游戏感觉就是水土不服 做一个坏一个 接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家失败的服务型游戏案例 真的是每个都超惨烈的 而艾尔登法皇在这周迎来了最新的更新 有玩家就从更新档里面找到了光追功能相关的内容 以及疑似未来DLC的档案资料 关于这一点 这次很难得的 我们有独家的料可以报给大家听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本周的游戏新闻部分吧 钱多是少 离家近每天开机玩游戏 这大概是所有玩家的梦想了 那能够有一款成功的服务型游戏 让游戏公司高层每天睁开眼睛 钱就跟印钞机一样哗啦哗啦的来 这想必也是很多游戏厂商的梦想 例如EPEC的FOR9 要赛英雄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那也因为这种案例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导致游戏市场在这几年之间 兴起了一波服务型游戏的掏金热潮 那想当然 不是所有人都能抓到那个成功的方程式 虽然偶尔会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但是对比之下 失败的服务型游戏一定是比较多 多到数不天啊 而这些失败的案例当中 就不妨我们今天的苦主 史克威尔 Square Enix 的游戏 Square Enix 在过去的几年一直走在时代潮流的尖端 连续出了好几款日常都不太碰的服务型游戏 但是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最终的结果已经不能用不太理想来形容了 根本就是惨绝人寰 最先出场的是Marvel's Avengers 漫威复仇者联盟 在2020年9月推出 虽然有漫威大量英雄的加持 但也只有刚推出的那个月 引起了一点小波兰 中间2021年更新的时候 稍微吸引了一些回锅的玩家 不过撑不到一个月 在这个之后 玩家的人数就每况愈下 到现在Steam上 平均每天游玩人数只剩下300人不到 可那也因为这个游戏的版权太贵 成效不太理想 就这样变成了Square Enix 的烫手山芋 最终导致Square Enix 把国外包含 制作这款漫威复仇者联盟的工作室 外加手上的一些游戏IP 都便宜脱手 卖给了另外一家游戏公司 Imbracer Group 爆爆集团 虽然游戏还不算是正式的阵亡 但基本上已经算是在家户病房的状态了 做一款服务型游戏 做到连游戏工作室都赔掉了 比做游戏失败还要更惨 接下来这款游戏的惨度也不遑多让 由制作动作游戏出名的 Platinum Games 白金工作室所打造 在今年的2月底3月初左右推出 跟埃尔登法环撞棋的 Babylon's Fall 巴比伦的陨落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他 不记得也没关系 因为真的没有什么人去玩 游戏推出的当天 Steam上面总共也只有1000多人同时游玩 而这1000多人就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自此之后游玩的人数持续的下滑 再起不能 在两个月之后 游玩的人数甚至只剩下了 超可怜的一人 对 一个人的武力 因为实在是太神奇了 还有游戏媒体专门去访问这个还在游玩的这名玩家 虽然游戏开发商在游戏发售之后 没有多久曾经承诺游戏会继续更新下去 至少还会再更新两个季度的内容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个游戏一定是G了 果不其然在半年过去之后 白金工作室在上个月总算是做出了沉痛的决定 巴比伦的陨落 会在明年的2月27号正式的陨落 意味着这款服务型游戏 从上线到断线 只花了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那就在这周 Square Enix 居然又连装了 连三拉三 旗下的第三款服务型游戏也要宣告GG 这次的孤祖是2021年底上线的 Final Fantasy VII The First Soldier FF7 第一战士 这款只有出在手机平台上免费游玩的 FF大逃杀游戏 会选择只有在手机移动端上推出 本身就是蛮奇怪的 当初官方给了回答 是说他们希望能够扩大这个游戏系列的受众 让更多最终幻想粉丝以外的玩家 都能够接触到这个游戏世界 但从结果来看 买单的人不多 在MetaCrate上面的评价 不管是媒体还是玩家的评分 都不太理想 新玩家可能会觉得 这个同类型的大逃杀游戏 还有其他一大堆的可以选择 所以产生不了太大的兴趣 然后粉丝则是可能觉得 只有推出在手机上面 那就等以后有出在主机或者PC上 再来玩就好了 不管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Square Enix 反正是觉得 这个游戏经营不下去了 所以只能在这周做出 沉痛的决定 表示说这款游戏的伺服器 只会运营到明年的1月11号 虽然等于说 寿命只有一年又多一点 但再怎么样 这个表现 还是比巴比伦的陨落要好一点 其他还有像是 在Switch还有手机上推出的 Chocobo GP Chocobo GP大赛车 也是好此不此 做成了类似手游般的 服务型游戏形式 游戏在MetaCrate的玩家评价 甚至还比即将要关服的 FF7大逃杀还更低 都不知道这款游戏 还有没有人在玩 如果某一天 Square Enix 跳出来说 又得做出沉痛的决定 说真的也不会感到意外了啦 那从Square Enix 这些惨痛的案例看下来 我们玩家又可以 从中学到哪些宝贵的经验呢? 首先是 千万不要相信 游戏开发商 或是游戏公司做出的承诺 毕竟他们一定是说的很好听 会持续更新游戏的内容 带给玩家更好的游戏提案 然后一转眼 就会像Square Enix 或是一页一样 哪一句我们得做出沉痛的决定 简安 另外就是这些在发售的时候 要卖一款完整价位的 服务型游戏 就算是买了实体片的游戏回来 要是很不幸的遇到开发商 决定要关服 那玩家手上的这片游戏片 最终就只会变成一张废光碟 就像巴比伦的陨落一样 到了明年2月底之后 这些PS4 PS5的实体游戏片 真的就只剩下装饰用了 而那些免费的服务型游戏 虽然没有入手的门槛 但是玩家们在游戏当中 花时间练等刷装 花钱买装备外观 也都会有可能 因为游戏商不打算经营下去 而灰飞烟灭 剩下的就只是回忆和故事啦 现在的服务型游戏热潮 其实就有点类似当初 online游戏兴起的时候 大家都在做 大家都想赌一把 但跟过往online游戏 收月费的方式很不一样 现在的服务型游戏 要的是抢玩家的游戏时间 游戏本身的热度维持 以及玩家心甘情愿掏钱的手段 Squade Enix看起来是没有抓到精髓 输到脱裤子 接下来最大的玩家 应该就会换成PlayStation来表演 总共有十多款的服务型游戏制作当中 预计2025年之前全部推出 不知道索尼有没有从之前 浪漫跑车旅期 课金争议 和Squade Enix这些失败的服务型游戏中学到经验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爱尔登法欢这款游戏 从推出到现在 已经过了好一阵子 应该已经有不少人玩过 甚至已经全破了好几轮啦 不知道大家还会不会三不五时的想起 在交界地里四处冒险 愉快被虐的心路历程 这种游戏开发商 Front Software推出了爱尔登法欢最新的更新档1.07版 当中比较特别的是 Front Software突然对游戏系统做出了重大的改动 把游戏当中PVP与PVE的伤害 拆开分开来做计算 官方的解释是说 这样子未来他们就可以单独调整PVP对战上面 各种武器技能招式的平衡 而不用担心去影响到单机或者合作模式的PVE 这次的更新档除了官方做出了这些更动之外 网上有热心的玩家 从更新档中挖出了一些超有趣的新资讯 推特的用户Lance McDonnell 从这次的更新档中发现了光追设定选项的相关档案 有可能意味着不久的未来爱尔登法皇会加入光追的功能 让本来就已经很华丽的画面又会更震撼了 不过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全新的消息 早在去年11月的时候 官方就曾经公开说过 虽然游戏发售的初期不会有光追的功能 但是他们计划要在未来的更新档里面加入光追的资源 原本以为可能是有技术上的问题还是怎么样 这个答应的更新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没了下文 但是从现在挖出来的资料里面 至少还是可以知道说 以后能玩到光追版本的爱尔登法皇 这个可能性是增加了不少 他除了光追的相关档案之外 这位Lance McDonnell 还表示在更新的文件当中 额外发现两个目前不存在游戏档案内的区域资料 这个发现也被另外一位 专门分析FromSoftware游戏内容的创作者 Zuli所证实了 当中找到的两个新地图的代号 分别是M20跟M45 Zuli也进一步的解释 基本上代号开头可以表示地图上在游戏中的存在类型 M10到M19开头是旧有的传奇地层地图 M30的话是支线地图 M60则是整个游戏的世界地图 比如说第一张地图的史东威尔城代号就是M10 M20的话可能就是未来DLC的传奇地层新地图 但是M45就比较特别了 因为目前没有任何的地图种类可以直接对应到这个编号 网路上就有其他的玩家猜测了 这会不会是跟这次更新所拆分的PVP伤害系统有关 这个M45可能就是未来的PVP地图更新 变成了目前游戏中还进不去的竞技场地图代号 那讲了这么多 这些消息都不能完全证实说会有DLC对不对 这边我们就有超难得的来独家爆料一下 真的是有DLC啦 而且还可能会有很多DLC 这个消息的来源是来自于一名 曾参与爱尔登法环这款游戏的制作 不具名的前方Software员工 虽然我们是透过第三方的消息去问到的算是第二手资讯 但消息来源算得非常可靠 其实 From Software 会选择在未来 持续推出爱尔登法环这款游戏的DLC 完全是超符合逻辑的一件事情 只是他们一直没有公开说出口而已 毕竟游戏卖得超好 累积到今年8月为止 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面 就已经卖出了超过1660万套的游戏 只要当中有一定比例的玩家选择购买新的DLC 那销售量随便都能吊打很多新出的游戏打作 况且由乔治·阿尔玛丁以及宫崎英高 所打造出来这个独特的爱尔登法环世界观 因为是完全原创的 所以基本上可以自由的无限延伸 还有好多故事能讲 好多内容可以做 好多花招可以 与其在花招好几年重新打造出一个二代 不如就用DLC的方式 持续的扩展整个世界的设定以及剧情 更不用说因为游戏的口碑太好了 有大量的玩家在敲碗希望他们可以赶快推出DLC 那无论如何这边是可以跟各位确定 DLC是一定会出 但是什么时候出会是什么内容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啦 影片看到这边希望大家可以拉开下面的留言 看看其他的观众留了什么 如果有喜欢的或者讲到自己心坎里的 麻烦请顺手帮大家按个赞 感谢各位的帮忙 后面还有很多精彩好笑的 要继续看下去才不会错过哟 那接下来按照惯例打一个 不是广告的小广告 如果只是用一个小仓库的空间 各位觉得能够拍出怎么样的电影画面呢 这次要介绍了这位视觉特效师 Ian Huber 居然只用了上述这些阳春条件 就能拍出媲美好莱坞科幻大片效果的短片 Dynamo Dream 短片里面的场景 几乎都是用电脑合成影像的方式做出来的 但最有趣的还是 做着把影片再加入CG特效之前的画面 跟最终的成品放在一起做对比 不管是演员走过街道上下电梯还是跟小贩买东西 真的全部都是在一个小小的仓库里面拍出来的 单单只是通过运镜的变化 以及CG的后置 就能塑造出一个超级庞大的未来世界观 超级屌 如果不知道的话 还真会以为是一个什么最新的科幻大片 这个特效 前后对比的影片 以及Dynamo Dream 第一集的完整影片连结 我们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虽然说没有中文字幕 但是影片里面的对话其实不太多 很容易就可以看懂 有机会的话推荐去超胜一下 博士广告的广告就先到这边 感谢微软官方及节员 每周提供两张14天的HP卡 来给偷闲加油站的观众做抽送的活动 参加抽送很简单 只要在下方留言 针对本周任何一篇游戏新闻 趣闻做评论或感想 就能符合抽奖的条件 详细相关的规则以及开讲的时间 我们会放在这里的留言 接下来我们看看过去的一周 有哪些新游戏可以玩 Lego Brick Tales 过去跟乐高这个题材有关的游戏 很多都是跟电影之类的联动 偏动作的游戏居多 但这款乐高游戏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路线 不再有那种电影的角色跟剧情 也没有了合作模式 而是给玩家带来一个原创的故事剧情 并且回归到乐高最原始的本质 玩乐高盖东西 游戏中玩家会带上机器人小伙伴 想办法来重振爷爷的游乐园 玩法就是类似用乐高积木来解谜 可能是会需要以有限乐高的种类来拼出一座桥 又或是组出一台可以跑的车 就很像小时候玩乐高的情景 只有手边那些有限的乐高砖块 来发挥创意做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Asterigos 失落迷城 是一款3D的动作冒险游戏 以探索和战斗这个两项要素为主轴 游戏的世界观虽然是由古典希腊 和罗马帝国的文化与建筑物为灵感所打造 但同时又加入了魔法以及各种奇幻的设定 战斗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在多达6种武器和武器专属的技能之间 找出最适合自己的两种来组合搭配 看是要近战搭配远程 还是近战配魔法全都可以 美术上面不管是建筑的细节场景的设计 甚至是数十种的敌人 20多个BOSS的造型都做得非常不错 更有许多风格独特的地图场景 可供玩家来冒险 地图上面也藏有不同的支线 物品捷径 额外奖励等等的东西等玩家来发现 Skorn 灭世 这款游戏的画面超级重口味 制作团队受到疫情支付HR极格2 以及恐怖电影变形人的导演所启发 做出了这款以人体器官为灵感 同时又融合了骨骼跟有机物的 超诡异美术设定 并且以这种独特的视觉风格 营造出既恶心又恐怖的游戏氛围 玩家操作是一个 莫名被推进了这个世界的主角 得在这个由血肉所构成的 活体迷宫当中冒险 并以非线性的方式来探索相互关联的不同区域 除了要解开谜团 挖掘这个世界的真相 还得同时使用生物构建出来的武器 来对抗迷宫中肆虐的异性生物 虽然说超级是第一人称 还有各种骑行怪状的枪 但战斗反而不是游戏的重心 各种武器的资源 甚至是人物的载重都是有限制的 所以怎么躲避敌人 怎么跟场景互动 推进关卡才会是重点 游戏有登场HP 这款是我自己已经期待好久了 一定会玩玩看 又到了每周的游戏出门时间 Xbox Series X自从推出以来 因为黑色长方体的外形 就被玩家们戏成长得跟冰箱很像 而微软也拥抱了这个迷因 不只把Xbox做成了 真实大小超限量版本的冰箱 后续还又生产了 一般玩家也有机会买到的 迷你冰箱版本 不知道是反应还好还是怎么样 这周微软又出招了 这次推出的是 迷你迷你版 容量大概只有原先迷你冰箱的一半 但是通常这种小冰箱 制冷能力跟正常的冰箱 是不能比的 最多只是把里面的饮料 降低比室温低10多度到20度之间 不过当成是一个超有趣的摆设 是无价的 好了本集的偷闲小赞就先到这边 感谢各位观看到最后 如果方便的话 请帮我们按赞分享 订阅小铃铛 想要follow最新的游戏消息 或者各类的游戏新闻 都欢迎订阅我们频道来 获得最新的资讯 我是RICO爸爸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我从小就很害怕看牙医 比起钻牙的酸痛 更难忍受的是 不知道下一秒钻下去 会不会痛的这种恐惧 现在看牙医就有选择了 可以用一种叫做 梳眠治疗 就是静脉注射麻醉 然后就睡得了 等再醒来的时候 全部都搞定了 价格当然是不便宜 但是能够把压力三大的治疗 换成一场好眠 也是很值得的 上一次我看牙医 就是选择梳眠治疗 补了三颗牙 拔了一颗字尺 舒服 整个梳眠治疗也很神奇 医生说我中间有主动说要上厕所 而且还是很有礼貌的问 说医生不好意思 我真的需要上厕所 抱歉抱歉 然后我问 可是我是怎么去上厕所的 我说我扶你过去的 那我怎么脱裤子的 你自己脱的 那我怎么瞄准的 你说你习惯用做的 而且你中毒还有一边上厕所 一边说抱歉抱歉 这段我是完全不记得了 我只是觉得我在无意识之下 还是蛮有礼貌的 哼哼